謝謝委員 現在可以聽到嗎 可以 謝謝委員 各位前進帶來 我和我這邊針對資源市場的交易 還有參決交易準備目前的狀況 在第一月參決委員提到 目前各國在實施國內的減量額度 包括環保水底腕的肚子狀況 不過這個是針對減量額度 如果是轉眼轉姿的交易 這個分配就更多 所以我們如果看減量額度的一個市場 這是合法量的 然後各標準的合法量 你右邊會看到最大的標準 現在還是VCS 不過現在CDM 是因為現在已經沒有DV輸入 所以它現在也是應用在這個市場做的地方 國會有一個保障 可以刷卡 可以抵換拿到這個正式化 那這個 其他的包括這個GOLD STATE GOLD STATE 雖然是在市場裡面 一個大 那其他小小的這個綠色這一塊 就是剛才那個圖 然後各國實施 這個解量額度的一個規範 然後到泰國 泰國其實跟我們很像 錄影實施了蠻久的 好那接下來就是跟大家介紹 好那那核包的量 都有不同的計畫類別 那被看到現在最大的 還是藍色這一塊 就是3CM 然後第二類應該是這個 森林 那個土地利用 那森林的土地 過去其實都是很多是 企業 達成了志願的一個承諾的時候 喜歡買 不過最近也是因為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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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質疑 所以現在市場變光 那我們應該也要強調說 森林的探權其實不是永久的 那是暫時的 因為森林是有 不可能一直在吸探的那個 商調 所以這個 這個森林的探權在各國的 教育制度是 不是接受的時候 還是在7月的 7月的減量的使用 所以也是這樣 現在因為之前這個 條例的問題 受到這個 質疑 那後來整個市場 就變成光 我們就看到這個 這個情況 顯示的價格是一直往下跌 包括這些 生理業 那個 自然為本的 再生能源等等 都是這種 現在的遊戲已經跌到 沒快以下了 所以市場也是 在尋求 比較 明確的訊息 到底什麼是好的探權 那7月才有辦法 約去罵 那探交易怎麼去運作呢 其實跟股票差不多 就是說 每一個標準 如果是一個 國家的主管機構 都會登陸平台 那這些登陸平台 就是 探減量計畫所合發出來的 代表就是 登陸在這個平台 到下面這一塊 那真正的交易是在 譬如說 透過一個交易平台或中間上 其實是買賣的合約 那中間做一個確認 如果是教育所的話 都會有一個結論平台 來做這個交易 所以原則上 登陸跟這個 買賣這個是兩回事 那下面這個登陸系統的 目前的問題就是 每一個系統 目前是沒有理解的 比如說你登陸在 在GOLD STATER 你不能把GOLD STATER的 探減依存到底 他們是獨立領族 所以他們各自 有他們的登陸平台 那買賣的話 那交易平台 可以買這個 賣這個GOLD STATER 看什麼計畫 所以買賣平台的話 就是比較多的一個選擇 那在市場 經過這麼多年的演變 一開始從雙邊合約 後來有 中介商的介入 也有碳基金 那有些國家大量 他們有採購這個CDF 也有國際採購標 那歐盟這邊呢 有PIMAN他們的 電力業的配人 那現在的智能市場 有些也是在PIMAN的方式 那現在比較多的 市場的交易所 碳交易所 現在也蠻全熟的 那接下來就是區塊鏈 有很多大大小小的 這個區塊鏈 已經開始在介入這個 碳市場 那如果以資源市場的 碳交易所 這個是三大 的交易所 一個是美國的CBL 美國的CDX 還有新加坡的ACX 那可以看到 就是以各的企業為止 他們的合約規則 就算股票 股票一張是一千股 那股票一張是一千股 那交易的話 就是一張是一千噸 然後CTS 一百噸 所以 比如說企業屋 我們要只是 要少量去做 整理換的方法 有些不是合約的交易所 那 其實各交易所 也有他們整理換的 這個 有些是那種合約 像 ACX 而且也是所謂的 這個 區塊鏈提供 現在代幣的方式 所以各合約 它不可能是探權 它不可能是價格 那 我們最近在媒體上 也常聽到 社交坡的這個 ConnectX 但是 針對這個 以自然為本的 這個解決方案的探權來說 我們最近已經開始做交易了 到美國內也有 兩家企業 也是加入這個交易所 去買來做他們的 去抵抵他們的這個承諾 那泰國的話 泰國的話 泰國的話 剛才講到泰國其實跟台灣很像 所以他也 把他們之前的 所横發的 這些制衛檢案的活動 開始要在他們的 教育平安會的交易 那也要他們的再次 運營等等 不過呢 泰國現在已經 走向這個 排放的交易 就是市學的排放的交易 所以他以後應該是 會從這個 走向管制的 這個 韓國跟中國 比較接近 那其他 東南亞國家 也是陸陸續續在規劃 那馬來西亞的話 他最近 也成立了一個 支援資格安交易所 那他是針對馬來西亞 境內的 把這個 也是自然為本的 一些探權 來做這個 境內的一個交易 所以可以看到 東南亞地區 尤其是西亞國 是發展得非常快 那其他傳統的交易所 就像歐洲 歐洲 歐洲這些交易所 原來是 交易這個歐盟的 台灣交易制度 他們的 PAYER 等等 他後來也有交易 比如說西蘭 還有中國的 這個 有跟中國的交易所 合作也有 跟中國的商品 那最近呢 他們一定有 最近他們建立這個 資源器的市場 所以 在德國這個 歐洲的交易所 也可以買賣這個 資源器市場的 現貨跟原生這個商品 那最大的 ICE 以前的市人 以這個歐盟BTS 為主的探權 到現在 他們也開始交易 所以這樣 一個的 探權 就是期貨 因為ICE 主要是交易這個 期貨 這個商品 那 所以最近就是 倫敦政經交易 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可以 參考滿多的 然後它就是 除了交易這個 資源器的探權以外 包括 國際也好 然後 美國國內也好 之外 它是提供一個 融資的運作機制 就是說 它計畫可以來這個 集資能找投資者 那投資者 當然是有 提權利值的計畫 來做投資 那所產生的 融資的運作 就是在這個 交易手機 或者是變成股份 給那些投資者 所以這個 我是覺得 非常值得 我們參考 因為我們也知道 國內現在核發的 這個 兩千上百分之類 大部分都是 勾高的排行業 兩千 兩千兩百 就以上的 所以他們 也不太可能 把這些 探權 賣到 就是自己都 所以 國內的話 未來如果是 比如說 交易這個 國內探權的話 可能一百 更多 所以我們更需要 這樣的一個模式 宇宙的機制 來促進 國內減量計畫的投資 然後來 來創造更多 國內的探權 這個是 我建議的 那當然想到 這兩邊的觀望 他們也開始 治癒 就是要 定一些標準 所以 包括這個 鼻翁探權的 懸槓指引 這個治癒 就是 基本的 探權 需要 符合的一些 幾度 那也有 這個所謂的 Carbon Credit Agency Reading Agency 評比 機構來 評比 各計畫的 一個 這個 分數 所以更高的話 那就是 可以賣過高 這個價錢可以賣過高 那 那Carbon Credit Agency 是今年三月 剛公佈 其實他也 列一些原則 然後就是 符合高底子 探權的一些原則 搞不好在治療方面 還有這個 台灣 影響的包括外加性 有種性 等等 避免重複計算 那些基本的 不過他也加了這個 需要促進去發展的效力 真的比較 以前是公司 那現在把它 納入這個Carbon Credit Agency 那這是 昨天當公佈的 是這個Plane Code 的Practice 就是你在宣告 比如說 期限要達到他們 目標的時候 他們可以作為 無緣回答 或者是昨天當公佈的時候 初步整理的這個 步驟 要遵守基本的原則 提出要 要達到的宣告 那宣告的話 有三個等級 使用的都跟 一般 那如果說 你剩餘的這個量 你買碳體來 比20-60% 那就是基本的收入 那如果低 60-100% 就是Gold 那如果是 大於100%的話 那就是白金 那大家也要 這個符合 這個高頂質的 碳額度的話 那他就是回到 剛才講到的 Corn Car 跟Transfer那邊 來制定 那些高頂質額度的一個方針 那現在除了資源市場交易之外 現在包括國際銘行鐵市 iCAN 他實施的針對銀行業的這個 這個提款 他也認定了九個 資源市場的 看來做銀行業的提款 那最近新加坡 所以他們的碳稅 他也開始要認定幾個 國際結論的標準 中二5%的提款 所以這個也是未來 資源市場跟法律市場 他們會更加急 所以可以看到 在過去經濟運輸 資源市場跟最近市場 是分開並行的 未來在巴黎協力 他們是會有 一些連結的 巴黎協力DEO條等等 必須要符合這個企業的承諾 所以這個也是 我覺得也是台灣的機會 好 那以上的報告 謝謝 好 先謝謝施總經理 施總經理